不同的省份亦都會有個別的公眾假期 其實只有九天同一 但你可能不能放假 都不奇怪的 全部Benefit是沒有的 老實說是會不習慣的 是非常之多超市和商場是不開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菲比 今天是2月21日 是加拿大這邊的Family Day 也是我今天放假的日子 因為這個是屬於這一邊的公眾假期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這一邊的公眾假期 以及一些員工的假期 福利等等是怎樣的 今天因為是紅日 所以我們就出來逛街 這裡就是Wall Meals 非常多人 人山人海 分分鐘比現在香港的商場更加多人 因為我知道香港現在是 疫情比較嚴峻 所以我之前有看過香港 一些Youtuber的影片 商場是非常冷清 我們這裡是非常多人 大家可以看看 真的是人山人海 另外我前天其實就去了滑雪 但是到現在也是很累 所以我說話可能沒有聲沒有氣沒有力 為什麼是在肌肉上 和身體和部位上都很累 還在回復 幸好有多一天假期 其實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的假期 最近有觀眾問過 加拿大的假期是不是很少 其實在加拿大的公眾假期 比香港的確是少的 同一時間不同的省份 也都會有個別的公眾假期 不同省份的公眾假期 日子差異不是那麼大 可能只是差一兩天而已 而紅一來說 我們安省其實是有九天的公眾假期 九天內基本上都是分佈在不同的月份 除了十二月會有聖誕節和 Bossing Day會是一個年假的 期月全部都是分省的 至上其實只有九天紅一而已 正如剛才所說 不同的省份也會有各自不同的紅一的差異 不過大部分我看的表 都是差一兩天 大家上網絕對可以找到你的省份 是有哪幾天的公眾假期 當然學生放的假期就會更加多 因為除了紅一之外 還有寒假、春假、暑假等 所以當中會有更多的假期 但我們上班人士當然就是看公眾假期 先說一些 現在坐著看鞋舖 因為歷少在試鞋 所以我就可以坐在這裡繼續說話拍片 九天相對於香港的公眾假期 就真的少很多 因為香港我剛才數過有十七天公眾假期 足足差不多少了一半公眾假期 你說這裡是否少一些 的確是 如果你是一個合約制的員工 根據不同合約的情況 可能你隨時沒有公眾假期可以放的 顧著是會在你的公眾假期 可能補薪給你 即是你工作日子都會計時薪或日薪給你 但你可能不能放假 也不奇怪 但真的各個合約就有各個例 我之前合約就是員工 所有的公眾假期我都可以放的 因為合約寫明我可以放 但如果不能放的人士 只可以用no pay leave去放假 因為我之前的合約也是寫明 我是有公眾假期可以放的 也是可以計算的 即是收入也會給你 但如果我要請一些不是公眾假期的日子去放假 那就只可以請這個no pay leave 即是好看你的僱主請禮的時候 他的合約是怎樣寫的 但如果有任何疑問 其實最重要就是看清楚合約 真的看清楚合約 有任何疑問都跟HR去問清楚 跟你的僱主問清楚 才好簽合約 因為本來我apply那個post的時候 在indeed 即是招聘網站寫了 是一個permanent的post 但怎知道我簽約那一刻 變成了contract 其實那一刻我也有點無奈 但也覺得第一份工作算了 不要緊 照簽了 看看之後有沒有轉permanent 幸好半年之後 公司就給我有機會去簽了permanent 即現在這個post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有疑問 都會問清楚HR是怎樣的 因為permanent跟contract 其實分別是很大 就是contract就是沒有任何benefit 除了他會給公眾假期有得出量之外 全部benefit是沒有的 permanent就除了有公眾假期 有vacation leave sake leave 即是給人工收身的 另外也有醫療的福利 至於少了那麼多的公眾假期 會不會不習慣呢 老實說是會不習慣的 要適應一下是少了那麼多公眾假期 不過呢也有其他東西 叫做補償或者是稍為好一點的 就是這裡一般的工時 普遍都比香港短的 例如我以前上班 我公司要求我44個小時 每一個禮拜 現在每個禮拜是35個小時 不過還沒計午餐的 計完午餐大概有40個小時 平均每個禮拜都是少了4個小時 相對上每天上班的時間短了 其實也會不會那麼累 所以其中一個原因是 沒有那麼多公眾假期 另一樣呢 當然是看公司的文化 例如公司這樣 其實也挺合理的 每個人呢 是有一個work load的限定的 就會限定不可以做多個幾個case 也不會說這份工是太多的 如果你成為了一個permanent staff 同一裡面你可以享有這個有生雅期 另外呢 你也會有你的vacation leave 還有一個paid的sick leave 每一行的vacation leave 都很難說的 也都depends每一間公司 他們會用一個禮拜一個禮拜 很多工都給了三個禮拜 或者四個禮拜的vacation leave 其實是15天至20天的vacation leave 另外呢 也想補充一下 其實有很多的工作 都是兩個星期的vacation leave 真的只有10天而已 所以大家都要看回公司 到底是給多少天的有生假期 另外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float day 以我公司為例 如果每做滿一年 就會有一天的float day 或是多一天的vacation leave 可以給你放的 都是會出糧 有糧出的 即是每年都會多一天 有生的假期給你 那大家呢 如果真的很有疑問的時候 最好真的問清楚你的HR 去跟他澄清一下 就像我那樣 其實我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當他給那個offer 和你的app有出入的時候 就真的要問清楚HR到底發生什麼事 就像我這個情況一樣 就要問清楚他 但沒辦法 我是一個初到佈的人 其實都不能很爭 那我就唯有硬吃了 那這半年就在contract上了 那另外呢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在某些公眾假期裡面 餐廳 有些食肆 或者超級市場 是未必會開的 不是說間間都是不開的 但是呢 有一些的公眾假期 某些地方是不開的 那大家就真的 出門口之前要留意一下 那我自己做法 會在google map搜尋一次 但是google map 未必準的嘛 那盡量呢 再上去那個超市 或者是那個商場的官網 再看看他開不開的 以今天family day為例 是非常之多 超市和商場是不開的 那大家就真的要留意一下 要不然呢 就會撞板了 去了又要打道回府 不過呢 這些都是我呢 很初步來到這裡的體驗 以及一些工作的放假的體會 經驗 如果有任何朋友 你在這裡已經生活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你有其他意見和看法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區提出 今天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幫我訂閱這個頻道 分享這段影片給你的朋友知道 以及在下面留言 下次再見 拜拜